繼續了 我們來看在地消息 將救護車當作 開電車在使用 賓状 以後可能就要受錢 等管制服備在研究說 對於不死命危險 艷舊低空 救救護車的賓状要收錢 初步幾位 比現在救護車 數量犯規率 卻更高 希望賓状 就要討養 Found 讓我們宜安的主管 救護車 救人 時間前沒過 賓状是說 香港人 從救人就是不用互付 毛 運行將救護車當作 開電車來使用 各地消防單位很頭痛 有到廟民眾頂修救護支援 未來如果黑白用救護車 強行要收錢了 究竟救護車適用重量如何 一通關消防共通局委員 那確實在我們在執行過程中 也是有發現一些行眾 悲情及傷病患 或是說他有把救助車 把他們基本的使用次數異常 這種情形 他明明是可以就進 送到臨近的急救醫院 但是他卻像我們指定 送到更遠的地方去這樣子 為了當前黑白救救護車的 錯有關聯 透過法官的消防局表示 別人或是非禁止的 上白話 協助是看区指定 送他這些都要收錢 是非今天是會 現場救護人員 告別的支援 以後人員來判斷 會用計算可能是 但以介紹協助 協助是理聽所來算 不過一切又在研究改動 便車轉到年 你最快明年 找這麼久了 記者總補到 對方為此 就可不明了 所以我可以看区指定 蓋著